今天赶肠就买了半杯的菜哈 就价几百块钱 鸭老扣 猪猪杆 然后这个是牛尾巴 二刀肉 底下还有鱼 今天我们就先吃这个男人的秘密 这个男人每天工作 赚钱 养家 肯定是非常的累的 不是有首锅棱子唱的吗 男人就是累 男人就是累 一旦搞累了 这个腰就非常的累 所以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 今天我们就整了两个秘密 来稍微补一下 这个男人的秘密 我们先上下花刀 斜刀切近三分之二处 然后打直刀 每四刀给它切断一下 针子这个腰魂就已经切好了 其实我切的一般 大家仅供参考一下 给它加一点姜葱拍散的料酒 抓匀 这里料酒要稍微多一点哈 把它泡起来 先腌制过十来分钟 今天的香料就比较简单的话 准备一点 Oson跟木耳 上回我们做啊 玄焦的 今天我们做火爆的 这个Oson把它切成小条子 尽量小一点 因为小一点成熟才会快 这一来是否提前泡好的木耳 给它点毛毛盐抓鱼一下 泡海椒切成马耳朵 这里还准备了一点姜葱蒜 摇回来因为是急火短炒的 所以我们给它打一个碗芡这样子炒起来才快 盐 胡椒粉 滚氨酸钠 贝糖 酱油 料酒 一点点水 淀粉 搅拌均匀即可 腌制好的猪腰倒出来 把料酒滤掉 姜葱也挑出来不要 清水给它冲洗一下 加入盐巴 胡椒粉 淀粉 下手抓匀即可 这个男人的秘密跟猪根一样的哈 都是炫麻炫炒 锅内下纯正的菜籽油 油温气成热下入麻好的腰火 给它快速的滑散 然后下入烤椒还有姜葱蒜 稍微煸炒过后下入木耳还有蛾色 大火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烹入刚刚调好的位置 大火炒匀过后关火出锅即可 这道菜一定要急火短炒 它才是脆的 家常美味的火爆腰灰就做好了 这道菜的味性是川菜的寒暄味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赞 最后还是我先来帮你们赏一哈 这个香料还多好吃 现在整正题 beautiful哈 这个男人的秘密吃起来是又嫩又脆 盐味也刚刚好 我一页缺陷的就是今天这个油放的好像有点多 你们做的时候少放一点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撒过了 我是响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今天这个油措施多了一点